各位同仁 大家好 剛剛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佈 今天全國的本土病例是6295例 比昨天就是又增加了一些 那境外速度的有44例 那今天開始我們就啟動重點快篩 以及隔離採三加四的模式 來推動 那地區的疫情 今天有一個居隔陰轉陽的 那也還沒有取得暗號 那這個陰轉陽的是 我們在18號疫調的時候 他人已經在台灣 那我們通知他就是居隔 在21號採檢後轉陽性 基本上也對社區影響非常的小 那特別高興的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陽性的個案就是這一波的疫情有15例裡面 就是在醫院照顧裡面有兩例 今天的快篩是陰性 那PCR檢查CP值都超過30 要準備就是今天要準備解隔 我想目前不管是在醫院照顧或者是居家照顧的 目前整個就是狀況都非常的良好 監測數值都非常的正常 那雖然說這一波疫情在大家努力之下得到很好的控制 馬上就是把它限制住沒有擴散 但是度過這波疫情 依照目前整個台灣的疫情的發展 能然是持續的增溫之中 那我相信未來有新的病例發生會是一個常態 但是我們仍然要做好相關的準備 大家提高警覺 依據我們所理定的計劃 就是做最好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變很嚴謹的態度 變科學的方法 依據科學的證據 然後符合鄉親践踏一些地區發展最無力的方式 能夠提供鄉親最安全有效的一個防疫計劃 也請所有的鄉親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能夠搜出社區的防疫線 確保所有鄉親的健康 9個 那我們整體包含居家照顧的部分 就是每天提供視訊、醫療 然後給予居家照顧、光環 那醫院的部分 由我們在隔離病房裡有同人照顧 整體看起來都非常的順暢 那目前看起來 就是醫院的隔離病房的空間 以及我們的集中檢疫所再加上未來 加強性的防疫旅行 大概我們可以收治的傳輸 我想是超過將近兩百場 大概全線應該超過 甚至超過兩百場 再加上這個防疫病房 六十八場 大概會超過兩百場 那因未來的這個疫情的發展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容量 是足以應付和安心 但是我當然要強調這個防疫士同作長 仍仍有責 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健康 為自己的行為要負起責任 那依照政府的政策 怎麼樣落實防疫新生 我戴口罩、清洗手、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打碼這個疫苗 這是非常必要的 那雖然說中央的政策是 就是與病毒共存 不會再執行清零或者提升這個境界 但是不是意思說大家都沒有作為 我們仍然是在這種狀況下 每一個人都要落實相關的一個防疫生活 然後我們依據我們一定的計劃 不管是這個醫療、傾銷、匡列、居家照顧、居家隔離 以及這個醫療照顧等等 我們會能讓持續的整備 就是擴充這樣子的量 提供相信必要的所有一個最好的一個照片 每個人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還要繼續在努力 大概跟大家報導 其他部分大家還沒什麼其他問題 是 像這邊有關那個防疫旅館的部分 要跟像這邊做一個報告 就是今天上午的時候 我們有跟防疫旅館的業者溝通 但是因為他一聽到 是要做加強型的防疫旅館的部分 他本身是沒有配合的意願 那因為考量目前的最新的防疫措施 改為3加4 那建議是否以短期約 就是4月21號就是有居隔者入住開始 到4月27號 那加上3天的緩衝作業時間 以短期約來處理 那避免產生更多因應的問題 那後續的部分 我們再配合如果說衛福局這邊 有防疫旅館的需求 我們再去曾有跟找學 以上報告 你說那個加強型當沒一樣 兩邊的兩架都沒一樣 是 是 他是五間的小民宿 是 之前有入住的房間 跟旅行社相關產生的費用 做一個處理 是 但是之前有簽約的都是旅票出錢 就住住的都是旅票出租啊 對 但是因為我們跟業者 要讓他成為防疫旅館這個事實 我們是追溯的 因為當初上個禮拜的時間比較緊急 那我們是臨時辦理的現場會刊之後 是以分層的方式來設立這個神農的防疫旅館 那為了彌補這個時間差 可能我們還是要把程序完成 大概簽一個短期的時間 簽幾間呢 分層的話 當初分層的話是簽兩層 是 兩層是幾間 三十一間 但是事實上他那時候有別的客人在住嗎 當初他是把兩層分給我們 他們是住在比較低的兩個樓層 是有分隔開 因為我們有跟他特別說明是怕 跟一般旅客混住會產生非常大的糾紛 這個當初是有跟業者這邊說明 那你現在是簽三十天簽到幾號 簽的時間應該是會簽到四月底 應該是到二十七號 因為其實二十七號開始新的措施 其實就沒有隔離 但是可能會有三天的緩衝時間 因為旅行社這邊可能已經配合狀況了 我是想說他如果說當初防疫旅館會同意 加強其防疫旅館 沒有理由不聽 我們只是備用這樣子來申報 是符合我們的計畫這樣子 而且這部分產經局 讓你再跟他溝通一下 我是覺得如果簽這短期 對我們來說意義不大 如果說簽短期甚至 我覺得既然簽短期 你就這幾天願得就結晴了 因為對我們來說沒有意義啦 對不對 那我希望說整個整備啊 希望說有一個比較長的時段就是 所以說有時候 就是說我一開始就跟你講 基本上他願意做反應 如果他們認識正確 就是說我們的真正會願道 你和陽性的除了醫院的十床 我們這邊還有十四床 然後我們牛角中營區跟這個北海營區 看起來是一百床 我們只有一百多床 所以願道的機會 所以如果說願道的機會是非常少 如果願道的機會已經 就是周邊的人 大概都有很多陽性 不需要就是有任何擔憂 或者是 所以在溝通的過程喔 就是你們要去讓他了解 不要 我想如果他願意 我們就跟他簽啦 那北桿這間業子 我們就跟他簽約到六月底嗎 是 所以他也是防疫旅館 就不是加強型的旅館 是只能當居隔者 是 防疫旅館的話 我們只能犯居隔者 居隔者 那是可以做居家照顧啊 居家照顧不行 居家照顧只能在家裡 是確診案 確診案 確診案 對 所以他就問了只能犯居隔者這件事情 那 變成說在後面五月目前他們 雖然外面都說退團很嚴重 那其實我們掌握到的是 他可能一個二十人的團體 他可能大約只有退兩到三個人 那基本上團體十七十八位還是照常進來 所以他們會有調解房間的分配的壓力 這個非常的嚴重 變成說他們可能在南竿找不到多餘的住宿空間 其實最大的話呢 他們還是沒有房間可以調 可能是這樣子 對啊 沒有房間調 那 那他們今天就是 我們要給他簽 就是十間啦 對 十天啦 十天 就三十一間房間要簽十天啦 對 那居先生呢 我覺得他們也是非常辛苦的 在這段時間 那就盡量配合 那我們跟他講 他如果調得過來 我還是希望簽到六月底 如果真的調不過來 那我們就是 也是非常謝謝啦 這幾天 雖然說 沒有發揮很大分 但是也是謝謝 也是頒了一點忙 對 也是頒了一點 我們也是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就是